走私毒品的手法呢 每一次都可以说千奇百怪 好 来看看这一次的调查局查获一批 是利用螺丝起子 从大陆走私Ketamine毒品的案件 调查局的人员呢 还乔装成快递人员 才将前来取货的嫌犯 跟他的上线一网打尽 调查局干员前往许姓祖贤的住宿 嫌犯先来个声东几西 好手了 知道这次自己躲不过了 还来个老油条 调查局人员破坏了这期 利用螺丝起子从大陆走私 45公斤Ketamine毒品的案件 即使报官时就被海关钉上了 当初海关就觉得怪怪的 这一次调查局干员 乔装成快递公司小弟 把一箱箱的毒品载到嫌犯 指定取货的地点 接着逮捕前来取货的魏成年嫌犯 整个过程就像电影情节般 小弟被逮捕的时候 他们还打电话来给我们呛下 他说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那我们是说我们是快递公司的 使命必大 狡猾的主贤利用毒品控制魏成年中错生 进而利用电话遥控他们去取货 不但如此还设定逮捕时的统一说法 不过还是被调查局干员以疑破检 全数一网打尽 感谢观看